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仙女的频道 今天呢要给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嗯 不是我没洗头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啊 有一天龙哥呢就特别特别兴奋 特别激动的冲上来跟我说 你一定要买这个 一定要买这个 现在right now 马上给我买这个 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短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呢描述了一种非常神奇 繁老还童 延缓寿命 抗癌 抗衰老的神药 就是MNN 今天呢我们就好好地给大家聊一下 MNN 这几年风真的刮得非常非常的大 最好的时候呢是因为李嘉诚 那李嘉诚呢公开在各大场合说 吃了MNN之后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 并且撤巨资 投资了MNN 那MNN的话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到底是神药还是一场骗局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好好地来聊一下MNN 我这个人一向的原则就是啊 自己没有吃过没有使用过的话呢 我是不会去乱评论的 所以呢有没有 我不入乎虎穴谁入乎虎穴 我自己其实也是一段时间MNNNN的 那这个呢是我看了水面上所有所有的品牌 最后选出来的一个品牌 因为它是唯一一款里面没有添加重金属的 那一个呢是这种综合形的颗粒的 我已经吃完好几罐了其实 是这样子的 这种颗粒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纯的M&M 就是粉状的 给你们看一下啊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一天呢 大概一次呢 是一克的量 这种是比较纯的M&M粉 要想知道M&M为什么能够抗癌 我们先从这个癌症的原理讲起哈 人为什么会得癌症呢 主要是因为精英组的不稳定 以及DNA它的损伤 所以呢 你日积月累日积月累 再加上细胞DNA 自我修复的能力 它的一个下降 然后呢 最后累积的这个基因突变越来越多 最后呢 就触发了癌症的形成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DNA损伤了 坏的越来越多 没有及时得到修复 然后呢 最后就变成了癌症 所以我们想要抗癌 就要及时的把DNA给修复 对不对 我们的DNA受损的时候呢 会发出一种酶 这种酶呢 叫做PARP 它会促进DNA的修复 然后呢 它在进行细胞修复的时候呢 它是需要能量的 它也是要吃东西的 这种能量呢 就叫做NAD加 不幸的是呢 NAD加它是一种生命代谢物质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还有人慢慢的变老之后呢 这种物质呢 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既然如此 我们来反推一下 只要我们能够提高 我们身体里面的NAD加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让我们身体的PARP 能够正常的工作 PARP正常的工作的时候呢 就能够好好的去修复DNA 当我们的DNA 一直是被修复的 一直是完好的状态 很多的疾病就会远离我们 包括衰老这一种哈 因为衰老 它其实也是导致癌症 跟各种疾病的主要因素 换句话说 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 为NAD加呢 它是一个大分子 人体呢 并不能直接吸收 所以呢 我们通过补充M&M M&M呢 它被细胞吸收了之后呢 它能够转化成 NAD加 这就是为什么哈 很多人都说 吃M&M能够延缓衰老 能够抗癌症 这就是它的 这一个基础的原理 那讲完抗癌 为什么你又说 M&M能够致癌呢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因为NAD加哈 其实在癌细胞里面呢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活跃的 PARP活跃之后呢 既可以压制 也可以活跃肿瘤细胞 当这个细胞是正常的细胞的时候呢 PARP它是可以修复这个细胞的 保护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基因 但是当这个细胞 它已经突变之后 那么它也会开始保护这个癌细胞 也就是说PARP它不分好坏 它看不清楚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它一并全部都给你保护了 都给你活跃了 从理论上来说呢 当你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呢 你吃M&M 一定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 这个延缓寿命 延缓衰老 然后抗衰 帮助你这个身体更健康的 但是当你的身体里面 有那么一丢丢的癌细胞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让这个癌细胞 更加的活跃 更加的蓬勃发展 所以说呢 M&M真的要胜吃 那我刚刚以上讲的这一些呢 全部都是理论上的 什么意思呢 M&M到现在为止呢 它其实并不是一款药 它只是一款保健品 大家都知道食品保健品 跟药品 它的审核完全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能已经理解我在说什么了 是不是 那M&M这款产品的话呢 它目前只是在小白鼠身上做过实验 并没有在人体身上真正的进行过实验 并不能印证 它在我们人体上面 也能够发挥到百分百的这个作用 换句话说 就是从官方上来讲的话 并不能证实它是真正有效抗衰老的 所以到底要不要吃M&M呢 我觉得是要因人而异了 我身边有学医的朋友 他自己吃了之后呢 他觉得这个身体啊 明显感觉的更强而有力了 然后呢 精神状态更好 睡眠更好了 没错 你没听错 他是学医的 所以上午说的这些呢 他比我更了解 然而呢 他还是选择了吃M&M 那我自己呢 本着说你不吃 你就不知道的一个这个原则嘛 自己试吃了三个多月之后呢 我就没有再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身体里面 会不会就有癌细胞 或者说癌的这个基因在吧 就算你去做了全面彻底的身体检查 你也很难保证说 你现在身体里面就没有那么一些不好的细胞 正在萌芽 很多时候的话呢 我们身体的自卫功能 把它给这个消除掉了 但是并不代表它没有存在 那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效的话呢 真的是促进了它蓬勃发展的 对不对 在这个东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切记千万不要乱吃 特别特别是 已经有这个癌症的哈 因为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视频里面 都在吹嘘说 它是神药 它怎么怎么样厉害 然后呢可以抗癌 这会导致非常非常多不知情的人 甚至是癌症患者 以为说他真的能抗癌 然后就去买了 结果去错癌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再观望一下子 因为一个是这个产品 出来没有几年 第二个它目前还是保健品 如果它真的有实验证去论证说 它能够抗衰了 能够去治疗癌症了 你想想 它应该是会被列为药品类的 因为换句话说 如果它是药品类的话呢 更多人能够从中获利 不是吗 其保健品的话 它能够卖到更多的价格 能够更加的坐实 它是神药这一个名称嘛 是不是 教大家一种方式哈 就是买什么东西 只要它的类别属于保健品或者食品类别的 那你就不要把它的功效看得特别的神奇了 因为保健品食品类的 也就是一个辅助保养的一个这个效果 那如果大家平时选其他的这些保健品的话呢 我都不会多说些什么 因为我自己也经常吃保健品啊 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吃的 但是M&M的话呢 我是真的一定要出来说两句了 因为太多太多的人被这些广告啊 给误导了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好 任何的一些东西 不管是李嘉诚告诉你的 还是我告诉你的 还是你朋友告诉你的 这一些东西的话呢 都不要乱吃 吃了没效果呢 还好 万一吃了真的有点什么事情的话 真的是得不偿失 插过一句哈 你们知道M&M最早的提出者是谁吗 没错 他就是提出百里卢蠢的那一位先生 所以呢 他是一位圈钱高手啊 真的是圈钱 今天的吐槽就到这里啦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连龙哥这样子 基本上平时我逼他吃保健品都不吃的人 居然也能够被广告给洗脑的 你知道吧 这种东西哈 真的就是刷多了之后哈 你真的就会觉得 哦 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M&M真的是圣吃圣吃圣吃啊 当然了 如果你跟我说 我吃了之后真的好好哦 你们当然可以继续吃下去 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我只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给大家 那吃还是不吃 是你自己的这一个选择哈 你们知道我想要什么的是不是 不要忘了关注加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N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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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